小S和蔡康永主持的节目最近一集邀请名更新担任嘉宾 甜食他的购物清淡 其中里面的狗饲料让小S和来宾们大赞 狗粮和狗罐头味道不错 蔡康永先是好奇狗罐头和狗粮两个选项的差异 来宾解释罐头较偏向于零食 饲料则是主食 还有来宾说其实挺好吃狗罐头更好吃 狗罐头是零食狗粮是主食 其实挺好吃我尝过狗粮 我也尝过 连小S也说了他吃过 还形容狗罐头有点像鹅肝 狗罐头吃起来真的非常像那个鹅肝 小S接着爆料有刺阿雅到家中做客 看到蝴蝶街造型的饼干便问 那饼干看起来很好吃 小S则会对呀那很好吃 没想到阿雅竟拿起饼干狂吃 边看电视边吃几乎快吃掉一包 小S才忍不住对他说 那是我们家狗的小帆全场 片帆娱乐转离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